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对我们青年朋友们 他们的求知欲望 有更进一步的吸引的作用 我们希望借着这个活动 能够完成我们张化县中小企业接班的问题 因为现在的产业其实经营面 中小企业很困难 然后希望借助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能够让现在目前的中小企业的这些接班人 能够做一些创新 然后学一些知识 然后能够有一些传承还有领导的艺术 让这个企业能够永续 那我们的请来的专业的老师都是非常有经验 也在业界成功的CEO能够带给这些新的第二代的接班人 能够更有这些透过前人的经验 让他在接班的过程中能够更顺遂 2018少年头家养成学院 课程规划在于提升企业接班人的软实力 透过三学分 54学识的专业课程安排 培养企业接班人对科技与组织经营管理的整合观念 及学员管理专业知能与趋势 让学员能用心学习满载而归 公益频道徐世昌 袁林采访报道